Philene人的3或4個 Haba intact 先跟各位介紹一下為什麼我們要做這個題音 剛好我們這是在做什麼東西呢 第一個為什麼我們是 과我們想要做這個題音 是因為我們發現台灣的年輕人 我們身上的生活老友、同學、老師等 其實他們對於台灣的外交新聞 或是國際議題都不太關注 於是我們做出的這個作品呢 他們裡面主要是在展示說 如何台灣的各個年齡成本人們 該怎麼參與外交的事務呢 其中的角色有布萊克上班族 還有奎爾他是一個高中生 跟大學生Clobby 還有我是一個奎爾的父親Alan 還有同時也分次了另外一個office workerVaybent 然後透過這個影片呢 希望我們可以到處所有台灣人 其實身為其實你是一個小小的 就只是一個個人而已 你也可以發揮你的才能 並且參與外交事務 接下來要講的部分是我們所遭遇到的客難 這邊有兩點客難想要跟大家講 首先第一點我們遇到的客難是 我們所拍攝的片段剪輯起來的時長超過了15分鐘 15分鐘我們因為覺得15分鐘實在是太長了 一般人沒有耐心可以看完 所以我們把內容更加精簡化 然後淘汰了許多片段 最後居無曾經留下保羅的重點 我覺得這個過程真的是非常討厭你的能力 然後是時間上不疑 因為我們是高三開始製作的專程 所以我們必須要面對很多的考試 或者是小考 但是我們要同時做這個專題 更忠實的成績給觀眾 我覺得這都是我們成長很多的能力 而且我也在做專題之中 學習到很多像是一些比較深層的單字 或者是一些比較口語化的英語用法 所以我覺得做專題 你不太可以有原本的收穫 你還可以有另一個新的知識去擴展自己的試驗 最後我們想要呼籲所有高中生們 你們可以多多關注各種在台灣的議題 說不定生物研究之後 你們也可以發覺自身的不足並加以成長 謝謝你們